吴孟达 这个曾经在香港影视区分明一时的红金配角 转眼间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 是的 他只是离开了 二月初 吴孟达一作《大话西游之缘起》上映 这是一部能让我们和达叔在荧幕上好好告别的电影 即使是在竞争激烈的春节到 仍然是创下了上线首日 播放量过千万的佳季 这部电影不仅仅承载了观众对《大话西游》的回忆 对周星驰《吴孟达时代》的怀念 影片中 吴孟达以达叔之名出现 更是对这位已是巨星的致敬 片尾 达叔前一秒还在痛苦难耐 随即一个转身 全而代之的 便是那满脸笑容 这笑容带泪的表演 真是满满的一波回忆上 曾几何时 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演绎了多少人的人生 这不过是踢球 你以为打仗吗 这这样的比赛 就是打仗 达叔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般的故事 也诠释了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的真谛 有多少人看戏的同时 也是在看自己 看到达叔的演绎 又让多少人发出剧中的人 这不就是我吗 的感慨 荧幕上的达叔 跪在被辞退又无家可归时 轻描淡写的跟儿子说一句 过两天我们去公园占两个好位置 生活中的我们 又有多少时刻也似这般 纵使内心万般无奈 面对家人 仍能波澜不惊 看似没心没肺 实则所有的苦难 都深埋内心 独自消化 少林足球里黄金右脚一招梦碎 名誉扫地 前途近毁 原来 这一切竟是被至今好友设计陷害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没有眼泪 没有漫马 所有的无奈 幻化成苦笑 这笑容背后的心酸 又有几人能够理解 观集此处 屏幕前的你师父也在回味 多少次内心的五味杂陈 也是被你以这样的方式 一笑而过 那个为了支撑儿子上京赶考 而举家搬迁的苏查哈尔老爷 又外化了多少人的父爱与母爱 明明胆小怕吃 却可以在危险来临时 毫不犹豫地赶在朋友前面的三叔 是不是也像极了 与朋友患难与功的你 保护子侄是做叔叔的责任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你要先闪 陶学威龙专案组织虎 曹达华身上 又是否有你伪装的身影 谈恋爱时 伪装成对方喜欢的样子 受欺负后 却仍然嘴硬地 不想承认自己的懦弱 你们怕他是吗 我一点也不怕他 吴梦达这一生 留下了太多经典镜头 他几乎从未演过大人物 而这些平凡的小人物 不正是生活中 一个个普通的你我他吗 有没有发现 这些经典的瞬间 终于有周星驰的身影 而实际上 只要一谈起吴梦达 周星驰的光彩 总要盖过他 在周星驰的电影里 男一号永远是周星驰 而吴梦达只能沦为男二号 多少时日 吴梦达的名字前面 总要惯以周星驰 御用配角的前缀 好似没有周星驰 就没有了吴梦达 可是又有谁记得 周星驰引以为要的 无厘头喜剧 正是吴梦达与周星驰 共同专业的结果 吴梦达与周星驰 因电视剧 盖世豪侠结识以后 发现两人的家离得很近 一来二去接触得多了 便萌生了 共同创作 无厘头喜剧的想法 两人常常脱离编剧的预设 就连吴梦达自己都说 编剧很讨厌他们 那个时候很多片剧说 你甘心脚一些 你们自己搞定了 不用写啊 还能写的你们也不按内说 新作品 乔首以盼的时候 终于还是走上了 分道扬镳的道路 2004年 周星驰电影功夫 创下华语电影票房新纪录 然而这部空前瞩目的剧作中 却没有吴梦达的身影 只是从功夫开始 两人的嫌弃也欲言越练 有人说是周星驰先邀请了吴梦达后 又告诉他没有他的角色 也有人说是吴梦达因为其他戏份 而推掉了周星驰的邀约 只是此后 吴梦达致死也没有兑现那句 我还没死 只要我不死 他还没退休 我们还是 请不吴梦达后 六年的辟绝磨练 四年后 与梁超伟合作新扎师兄 后激勃发的吴梦达 终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此后 他不仅摆脱了烂泥的称号 还开创了独属周星驰和吴梦达的电影时代 达叔年轻时这段糟糕的经历 其实也是每个年少轻狂 青年人的写照 叛逆 混沌 迷茫 只是达叔用坚强的意志 渡过了这一难关 也用这段9981难般的考验 让自己成为了更好的演员 摸着石头过火吧 一步一步的 还记得那唯一一个将他送上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领奖台的电影 天若有情吗 这一次达叔的演绎不是别人的人生 而是他自己 回想低谷的那四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泰宝的角色定位 不正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吗 心比天高 却一事无成 在弱弱强势的社会 一边摇尾起连 一边倔强怨怼 别人说是他把角色演活了 实际上 那只是他真实生活的在线而已 他从来就不是谁的配角 而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主角 事业上曾跌落谷底 家庭上几经分离 朋友呢 又遗憾终生 达叔这跌宕起伏的人生 究竟是顺与不顺 又该怎样言说呢 阿欢非常喜欢一部叫做《寻梦环游记》的动画片 里面有个观点很好 逝去的人 其实没有真正逝去 当世间没有人再记得他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逝去 所以说 达叔只是离开了我 他没有真正的逝去 因为我们都还记得他 达叔离开一年后的今天 对他的回忆 也只能在曾经的镜头里去寻找了 那个演绎我们平凡人生的人离开了 而我们又该去哪里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呢 那我先走了 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 好了就这么决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